這是台南美術館二館的庭舎庭 在日本時代,這個地方是台南新鮮 我也是暫時又會回來 比較少的是,從庭舎庭走出來的就是當年新鮮的大門 對面的浩浩其實是新鮮以前的外院 這種建築是白色的外景,用到五角形來設計 五角形代表紅紅花的五花花 他的設計者是2014年朴利茲特克獎的日本創造台書 方式結錄板帽 本土是石昭雄建築書跟人工營造團隊 現在有一間里面中心,這是伊政的實踐堂 對面是當年收穫的司法保護館 剛才新開館,所以有很多裝飾藝術還未成好 全國的設計就是以錯位堆疊的阿瓦來形成它的空間 儲點的設計親像一大片的照片 讓你有一種在照片米日厚的感覺 這就是入口,設計得很簡單 特展大部分在一樓,如果二樓那就是長設展 在上面是一個地圖的設計 在上面是一個地圖的設計 一間沖粉的酒樓,這樣裡面看起來做得很廣 二樓一上去,還沒開門 所以就參觀到這裡 新創造材 幾段坪